哈喽大家是每个玩者的朋友 今天更新啊 更新之后 这个这个 有这个闪光 是吧 就是更新调整了一些皮肤的bug吧 我们看这个公本五战的这个 昨天是没有这个闪光的 就是头像框这里啊 今天有了啊 这就是更新的地方 然后我们看一下他 他说今天那个那个叫什么关羽 关羽模型 昨天的关羽模型一直被人吐槽 李白也是 李白的凤球王我已经也是被人吐槽了 我们今天看一下 李白的凤球王变成什么样了啊 这个加的还比较慢 要不要暂停一下 这就是说过优化了之后的一个李白啊 我们要把它升级一下 看一下效果 而且我今天不要 来 把野怪打出来吧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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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暂停一下 我刚才我甚至没把这个设计好吧 现在是那个控制方向 今天这个就比昨天那个好看一点 你们看他这个现在 他这个模型昨天是一片那种白白的 有点像 像手办一样的 像手伴 今天就好一点了 今天的话他这个模型 就比昨天那个稍微 确实是好看一点 这就是李白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关羽的 这就是关羽 昨天的关羽马比较小 被人吐槽是个驴 然后今天的关羽的马 变大了 尾巴好像也有 差不多了吧 马大了以后 感觉就不一样 加强 这个就是关羽优化的 优化之后的效果 大家觉得这个优化之后的关羽 冰魂战争如何 应该还算可以的 比昨天确实比昨天好看一点了 昨天那个就有点像塑料马 塑料的模型 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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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琪拉 我们再去看一下安琪拉 昨天的安琪拉是那个 发型是 有点捏起来也是很像 那个就手办的手办的图案 图案一样有点像塑料的 还有发型 然后今天的这个马尾变 变 变的话还是 有点像 最早版本的一种效果 可以 所以 虽然说不咋 还是觉得这个头发 有点怪怪的 但是比昨天的那个没有更新之前 确实是好了一些 这就是模型的变化之处 大家觉得这个感觉挺花亮的 好像还有一个吧 还有一个谁 那个后翼的那个后翼那款皮肤 我没有啊 黄金射手座我没有 那就不给大家演示了 公告里面说曹操的那个死神啊 那个死神来了也也做了优化 我们去再看一下 暂停一下 昨天是说啊 是说那个缺少火焰效果 他昨天还就头上头上冒了一点点火 然后其他地方就没有冒火 然后没看到今天更新之后 这个剑是吧武器上面也冒火 然后肩膀上面也冒火 这就是死神来了的这个皮肤优化 这个就是曹操的优化 那个赛季皮肤也差不多啊 毕竟这个还是需要通过点券罗宝 才能获得的一款皮肤啊 好的 这就是这就是今天几款更新的皮肤 还有一些是做了那些什么音效优化那些就不演示了啊 还有一些是做了那些什么音效优化那些就不演示了啊 然后也没有啊 皮肤比较少 那么咱们就演示一些有的皮肤吧 好 这就是今天几款更新的皮肤 我觉得这些优化之后的皮肤如何 欢迎到这边朋友们的我们下期再见